XBOX 360 模擬器 大家好,歡迎又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 XBOX 360 的模擬器 因為之前也有朋友問我怎樣安裝 今天分享一下,這個模擬器叫 Senior 有興趣的朋友,一起看吧! XBOX 360 模擬器 XBOX 360 模擬器 其實都算很簡單,安裝和玩遊戲 但始終還未很全面 很多遊戲可能要獨立做一些設定 改動才能玩得順暢 如果你遇到那些遊戲的時候 真的要自己搜尋一下每一款 去調校有少許不同 今天主要講基本如何安裝 在獨立模擬器的時候 以及在Retrobat 上如何安裝 我們首先來這裡 下載了模擬器 Link 會放在下面的Description 或者大家直接打senior.jp 這裡有一個下載,我們按下載 這裡也有 System Requirements 我們先按一下 需要什麼?Windows 10 或以上 CPU 4 Gen i5 或以上 GPU 如果有 GTX 980 Ti 或之後 都可以的 RAM 6GB 或以上 這個是 Recommend 不是 Minimum Minimum 就是Windows 7 但它都說 如果Windows 10 或以下 支援度很少 所以應該很少人用Windows 7 Anyway GPU 用Direct 3D Anyway 至少4GB RAM 等等 大家可以在這裡看看 還有 AMD NVIDIA 或 Intel GPU 最重要的是 它有兩個 一個Master 一個Canary Master 應該是穩定一點 但新應該是這個 安裝成一樣 這裡按它就有Canary Anyway 安裝一樣 我們先去Back 安裝Master 還有這裡有個Capability 這個又是有什麼遊戲 Stay不Stable 有什麼玩不到 大家自己在這裡看看 也可以 OK 資料在這裡 我們下載完 無論Master 也好 先解壓 它是SIP 就這樣解壓 我就這樣解壓 在Desktop OK 在這裡 第一次開啟的話 就建立一個新的Folder 叫做 Portable.txt 必須的 這個 它沒有了 就有些東西不會製作 可以先開啟 開啟了一次之後 就會製作一個 叫做 .config.tml 的Fold 的Fold 我們可以開啟 它 用Nopad 開啟就可以了 這裡 是有很多東西的 幾位多 其實這裡 主要都是一些設定 基本上 你如果基本上 按遊戲 就不需要你任何這些東西 但是如果你需要到遊戲 要設定 做一些設定 的話 就在這裡 要改動 沒有辦法 一定要用這些 去改 比較複雜 如果你不熟 這些 我都不知道 什麼 例如 例如 你可能有些東西 要轉去 或者 關掉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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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 如果那隻遊戲 玩不到的話 你會在網上找 人們都會教你這些 code 通常都是 你找到 怎樣解決的 copy and paste 是 這樣做 最主要 有一件事 需要注意的是 Content 這裡 遊戲 有分 Disk Image ISO 那些 通常那些 沒有 license Enable 就這樣 可以 有些是 下載回來的 Xbox Live Archive 那些遊戲 可能有些 如果玩不到 零的時候 有些可能要 用一個 license 就要這裡轉一 這裡轉一 之後 Save 回號 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有些 現在 下載回來的 Archive 遊戲 其實都可能已經不需要 所以不一定要轉 但是 你提一提大家 遇到的問題 才轉一 基本上 主要是 這個 我開了 這個program 之後 我首先會去 file show content directory 它就會 在你的folder 裡面 create 遊戲放在這裡 就可以了 我準備了 兩隻遊戲 我準備了兩隻遊戲 一隻是 Diss Image 一隻是 Xbox Live 的 Archive Vertual Striker 我直接 解壓在這裡 的content裡面 這個 按進去 會有一個 ID number 然後裡面 還有這些 這個file 才是 一個Archive 遊戲 的 遊戲 對 另外一個 Sleeping Dogs ISO 就是這個 我也是 加壓在這裡 OK 這兩個 加壓在這裡 對 另外這個 ISO 兩個都可以玩 我們現在 再開一開 先 我們現在閉上那個 先 我現在關連我的 Xbox 手掣 我這個是 Xbox Series 手掣 來的 Bluetooth 關連了Xbox wireless controller OK 關連了就開了 基本上 關連了就很方便 什麼都不用設定 我們開了之後 按File Open Desktop 這裡 Content Sleeping Dog 開這個 試這個 Load到沒問題 你想Full Screen 就在Display 按Full Screen 或者在Keyboard 按App11 都可以 V đuedo Xbox Aaron Bluetooth Roman Movie N insisted Aaron Desktop Movie Comp Movie Roman Movie Movie Comp 夠了 Aaron 其實在這裏都是一樣的 開啟了,我們回到Content 回到Vertual Striker 它有ID的,按進去 再有多號碼的,再按進去 這個才是 開啟這個 應該是直接開到 Full Screen同樣,F11 OK啦,獨立模擬器大致上是這樣 那在Retro Bass怎樣製作呢 我現在先插Hard Drive 無論Retro Bass自己製作也好 你買回來的遊戲硬盤也好 都一樣這樣做 去Retro Bass的Folder 跟著呢 去ROMS 找回XBOX XBOX 360 將你剛才那兩個 將你的遊戲放入裡面 那我就一個Sleeping Dog 另外一個Vertual Striker 那一樣的 這個畫面就可以開啟了 另外那個Archive 要做小事的 我們要先開個Bed GUI 這個是跟Retro Bass的Folder Dot.exe的Folder 就同一個地方 開了這個 我們先開M3U Creator 跟著呢 找回合你的Path 我是放在這裏 Retro Bass,ROMS,XBOX 360 剛才那裏 我們先掃一下 它會掃到 DETECT 到Vertual Striker 是一個Archive Game Disk Image 又不需要 所以掃不到 沒問題 那你就按 選了這個 跟著 Generate M3U 的File 這樣就OK了 交叉 我們再回到 ROMS裡面 XBOX 360 它就會多了這個M3U 如果有些朋友 又是那個GUI 如果用不到 不知道什麼原因 是用不到的話 可以自己做也可以 那你可以右鍵 按New 一個 Text Document 對 跟著呢 你要做回 Dot M3U 那你 做回那個名字 Vergistriker 我現在做給大家看 事言 打回那個名字 不是VSC 打回遊戲這個名字 對 跟著呢 它裡面是怎樣的呢 我開這個給大家看 基本上呢 就是要輸入 你那個VSC的Game 那個Folder 在什麼位置 那譬如 如果你沒有剛才那個 你開VSC CD 這個 這個才是 那我們就需要 正是前面這堆 對 對 Copy 跟著 回到這 對 對 我們開 用Notepad開這個 就是這樣 就這樣了 跟著呢 還欠個Flash 回到剛剛 先 我都去VSC 還有這個名字 對 對 然後打回這個 按 去Save 按 按 如果你剛才 Bad Gui 不可以的話 你可以自己create一個也可以 這樣就可以了 我先消一下這個 就是 For example 對 那就OK了 那我們現在就開這個Retrobat 對 現在一進來已經有XBOX 360 但是因為沒有裝任何東西 它只是Show Game 那我們去回Retrobat 這個位置 對 Retrobat 裏面我們找 Senior 剛才說過了 這個就是Master來的 這個就是Canary 兩個都可以的 我通常兩個都可以按 按的 那你按了呢 應該第一次按 如果沒有裝 它就會問你安不安裝 對 就像現在這樣 按Yes 安裝就可以了 因為就算你買我那個 我之前介紹的遊戲硬盤 應該都沒有setup到XBOX 360 對 那就可以了 開了一次就可以了 那我先交叉 那我開完Canary 再安裝這個 對 因為做這個不複雜 所以我都建議大家可以這樣做 對 OK WACK WACK OK 現在試一下開一下 開VIRTUAL STRIKER 對 沒有問題的 對 對 手掣控制都沒有問題的 OK 可以 跟著Sleeping Dog 應該都沒有問題的 對 OK 現在不試了 對 還有製造圖 這裡 就這樣 HOST A 鍵 Sleeping Dog 有迷途 對 對 今天 XBOX 3D的模擬器 就是這樣設定 基本操作都是這樣 如果大家一天還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今天試過的Sleeping Dog 如果大家是未玩過 又 廣東話的朋友 應該 我建議大家玩一下 幾個人的 幾刀死的 廣東話的對白 對 又是 Based on 香港的 場景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這條片 請大家不給個Like 還沒按訂閱 按訂閱 按按按鈴鐘仔 我新片就會通知大家 如果想請少一杯咖啡的話 歡迎透過支付屋 或者PayPal 或者直接加入Patreon 會員頻道都可以 詳細資料下面 Description裡面有 好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